高中的时候 我悄悄暗恋柳如烟 因为她一句味道还不错 每天天不亮起床 给她带我自己亲手做的早饭 可某一天 我却看到她喝着咖啡 厌倦地对旁边的人说 本来就只是想看看 她能坚持到什么程度 没想到现在有点烦人了 我愣在原地 捏紧了早餐盒 转身离开 自觉地从她的世界中消失 后来升入大学 我删掉了所有人联系方式 直到参加同学聚会 才听人说 她找了我四年 几乎要疯了 拿着饭盒走到 实验班后门的时候 我看到柳如烟桌子前面 还站着一个男生 两个人正在说话 柳如烟伸过手 接过对方递给她的一袋早餐 那男生是隔壁艺术班的 此刻双手合十 笑赢赢的 如烟 这是我家楼下 新开门的一家网红店 我可是排了好久的对台买到的 作为对你上次 帮我讲题的谢柳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她眨了眨眼睛 听说那家店这几天 还要出联名新品 我还给你带 柳如烟纸轻轻嗡了一声 不置可否的样子 男生走后 旁边坐着的几个女生 一下子围了过来 发出起哄的声音 不是吧 连艺术班的班草一腾城 都被你拿下了 到底有多少男生 给你送早餐啊 吃不吃的下 浪费粮水 有人甚至去看一腾城 拿过来的早餐 惊叹了一声 这可是刚开业的 那个超人气餐厅 不仅很贵 还相当相当难买 他肯定脱关系了 废话 一腾城可是正经富家大少爷 一下子哄笑起来 柳如烟的前桌回过头 他是个有点胃胖的女生 揉了揉肚子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如烟 你应该吃不下两份吧 一会许凯周过来送早餐 可以把他拿来的那份给我吗 我 我起床起晚了 现在好了 柳如烟在写试题 听到这样的话 连停顿都没有一刻停下 他轻轻点了点头 可以 小胖妞松了一口气 下一刻 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一声 哦 谢谢你 如烟 你真是大好人 他歪了歪头 尴尬的笑了笑 你放心 我知道 早餐也是徐凯周同学的心意 我不会和他说的 明天我给你带零食 算作交换 柳如烟收起试题侧 他抬起头 看向前桌 不用想这么多 没必要 这早餐我已经吃你了 你算是帮我的忙 知道吗 当时答应让他送早餐过来 本来就只是想看看 他能坚持到什么程度 没想到现在有点烦人吗 而烦人的我 现在正站在教室后门外 手里紧紧捏着装着诗盒的袋子 他那些话 就像是一柄锤子一样 一字一句 在我的心脏上不断敲击着 柳如烟家是好 人缘好 成绩也优秀 每次考试几乎都是年纪低 所有人都喊他柳神 而我只是非实验段 一个别人不怎么叫得上名字的男生 除了长相算是好看点外 其他方面在普通不过了 纯粹是因为机缘巧合 在图书馆里捡到了 柳如烟遗落在那里的准考证 一来二去 加上微信 才认识的 我承认 我确实喜欢柳如烟 所以当他说找个机会 谢谢我的时候 我选择了拜托他早上 帮我辅导功课 开始是因为不好意思 所以帮他也带了一份早餐 后来则是他随口的那一句 味道还不错 我蛮喜欢的 我便每天早起 准备两份 送去他的教室 给他一份 直到现在 一个多月 一天不辣 其实 如果柳如烟早点和我说 他不喜欢这些东西的话 我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不会那么招人烦 天天上杆子拿着这些 自己做出来的吃的 往别人手里塞 可他什么都没说过 我父母确实是开早点铺的 他们每天三四点就起床 赶去店里准备食材 根本没有时间照柳家里 我平常都是随便凑复一下 是为了给他带早餐 才早早起床 研究西市 中市 各种各样的做法 此刻 我看着手里的小笼包和蒸脚 刚刚还想要去质问的心 渐渐冷淡了下来 就这样吧 徐凯周 就当这一个多月是你走错了路 认识了不该认识的人 以后就不要再做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好吗 这样想着 我把早餐装进背包里 朝自己的教室走去 我开始躲着柳如烟 以前 我为了能多找机会 问柳如烟题目 放学后常常去图书馆找他 他喜欢去三楼阅览室 但如果运气不好 那天阅览室买人 他换一个位置 我大概就找不到了 不过现在 我开始离柳如烟远远的 为了不碰到 下课零响后 我一般就留在教室里面学习 反正保安九点后才开始赶人 这段时间 也足够我做两套卷子了 但我没想到 我不去找柳如烟 他反倒来找我了 当放学零响起 留在班里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后门突然传来了一阵清晰的敲门声 我回过头去 穿着白裙子的柳如烟站在那里 他怀里抱着一落作业 像是刚刚从老师办公室里帮忙批改完 偶然经过一样 半傻 笑了笑 声音轻轻冷冷地说道 你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徐凯周 怎么早上也不见了 不是说要一直送早餐的吗 是觉得麻烦厌倦了 还是 再躲我 夏天的风从窗外吹进来 夕阳落入 柳如烟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在这样安静的气氛中 似乎固执地在等待我的回答一样 没有躲你 我捏了捏刚发下来的月考卷子 还剩几个月就要高考了 在这段时间里 我只想平平淡淡度过去 什么波折都不要再发生了 于是随意演示了几句 只是学习太紧张 有几门学课又拖后腿 我早上要起来补习 没时间做早饭 所以随便吃点就好了 不好意思啊柳同学 所以我以后也 我本来想说 以后没办法给你带早饭 所以也不会再去麻烦你讲题了 可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就抱着练习册 朝这边走了过来 打断了我的话 到冲刺阶段了 你确实应该多把时间用在学习上 是我的问题 没想到这些 抱歉 站在我的身后时 他腾出一只手 轻轻扯了一下我桌上摆着的卷子 食指敲了敲 只像最后那道全年级 也没几个人做出来的压轴大题 我记得你的数学是弱项吧 这道解析几何 你有思路吗 他淡淡扫了我一眼 我可以教你 这些题都是有技巧的 学会了不难 以后下课了来图书馆 我给你站一个座位 片刻 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既然说你没躲我 徐凯周 怎么 不会现在连补习都不愿意了吧 我承认 柳如烟真的很会拿捏人 在我决心已经要和他一刀两断 离他远远的时候 抛出这么一个诱人的条件 天杀的 我扣着手指 感觉自己像是被分割成了两半 一半叫嚣着 徐凯周 有点骨气 别忘了他是怎么看不起你的 现在手指缝里施舍一点好处 就全忘光了吗 另一半皱眉小声反驳 可我刚说自己没有赌他 现在他拿帮我讲题诱惑我 这让我怎么回应啊 这两半互相撕扯着 直到突然一个 并不怎么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是原本在角落里 趴在桌子上睡觉的一个少女 他捏了捏鼻梁 大概是被我们这边的动静吵起 厌烦地看了过来 语气低沉 透着点淡淡的不耐 诡计方程那道 我记得 也没很难吧 他打了个呵欠 困倦地点了点头 不过参考答案上的步骤 确实有点麻烦是真的 我有更简单的做法 徐凯周同学 我教你 沈又楚 我们班最最无所谓的一个人 他甚至不会每天都来到学校 就算是来上课 大部分时间 也都是趴在自己后排的课桌上 不是睡觉 就是看一些与应试教育无关的杂志 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也会参加 只不过都是勉强及格的中下游水平 老师是不管他的 传闻沈又楚的父亲 是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创始人 母亲投资了我们这所高中 算是校董之一 她身份特殊 早就已经选好美国的大学了 高考是不准备参加的 现在留在这里 只是等着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吧 老师说 我几乎没怎么和沈又楚说过话 他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人生光鲜亮丽 一帆风顺 和我这样的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不需要起早贪黑地起来学习 被那些以后可能 她说年级低很了不起吗 用的还不是一成不变 毫无新意的老方法 不就是数学题吗 谁还学不会了 而且她又打了个呵欠 扯了扯嘴唇 看向柳如烟 我免费的 不用人带早餐 我感激地看了一眼沈又楚 她把我从这样左右为难的境遇中 拉扯了出来 另一边是柳如烟整个人 骤然低沉下去的气压 你 你会 她抬眼瞥了一下沈又楚 露出了一丝不屑和轻视的神情 但这神情转瞬即逝 向来良好的教养和举止 让她没法对人说出太刻薄的言辞 于是只是抱着那一摞本子 又看了一眼我 预言又指示的 这几天图书馆人少 我还在三楼阅览室 原来的位置 你可以随时过来 柳如烟走后 教室又安静了下来 我发了一回呆 然后开始慢慢理着桌上的书和本子 装到书包里 完全没注意 沈又楚突然坐过来 在我旁边的位置 直起胳膊 拖着自己的脸颊 仰起下巴 嗑了一声 喂 不是要讲题吗 怎么 要走人 我满脸疑惑 不是 你真的会做那道题啊 拜托 我也以为你只是随口一句 乱说的呢 事实证明 沈又楚不只会做题 还会用简单 快捷 常人意料不到的方法做题 他一把拿过我的卷子 不仅是柳如烟说到的那道 解析几何的难题 他还找出了我做错的其他题目 很快就分析出了 我的薄弱像和一失分点 然后几句话 就帮我建立起了清晰的逻辑框架 比起柳如烟正统常规 一板一眼的步骤 沈又楚更喜欢 剑走偏锋的解题方法 虽然有难度 但这往往也给我打开了新的思路 很快我就发现 他根本不像平常考试测验里 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 如果他想 完全可以充一波年纪前列吗 沈又楚眨了眨眼睛 瞥了我一眼 语气懒懒的 算是解释 我又不高考 要国内的硬实成绩有什么用 而且当学霸也很烦的 老师会找你屁卷子 其他人会找你问题 拜托你话重点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除了打扰我睡觉 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好处 糟糕 我一下子想到了刚才 柳如烟抱着卷子进来 和我说话的时候 似乎也是把沈又楚吵醒了的 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转了转钢笔 笔尖在眼草纸上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沈又楚站起来 他似乎发现了我的想法一般 歪了下头 漫不经心地接过了我的话 徐凯周 我是自愿辅导你的 所以不用因为觉得打扰了而我抱歉 反正国外的大学已经确定好了 就算我无聊的消遣吧 本来也没事做 就当带一个学生 看看能带到什么水平好 他张了张嘴 似乎又想打喝钱 硬是忍了下去 甩甩手 补了一句 对了 什么早饭午饭 零食甜点那些 就不用给我带了 我纯粹心血来潮 高考后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我可不想你还一直念叨着这个小事 沈又楚说到做到 真的开始帮我考前冲刺 他会早起来到教室 晚上再陪着我玩走一会 这个节奏一直持续到高考前夕 相当稳定 那时候我不知道 图书馆三楼阅览室里 柳如烟还一直在那里等着 等着我过去找他 这段时间 来图书馆学习的人不多 来三楼阅览室看书的人更少 柳如烟习惯在靠窗的座位 偶尔有男生认识他 拿着书本经过 看到他旁边空空的位置 可能会凑上去问一句 如烟 那个 我可以坐这里吗 每当这时候 柳如烟会愣整一顺 紧接着礼貌地笑一下 这里已经有人了 他一会就过来 我看前面还有位置 不好意思了 柳如烟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 万一徐凯周来了呢 他拿出手机 找到和徐凯周的聊天页面 犹豫着打字 删删剪剪 不是说要帮你讲题吗 图书馆三楼帮你留了位置 可以过来 就在发出去的前一刻 柳如烟又全部都删掉了 他懊恼地想 随便他 求着问自己问题的人那么多 他才不想管他呢 普通班那个天天雷打不动 送早饭的男生不来了 这个消息 很快就在实验班里面传遍了 有和柳如烟玩得好的 过去开玩笑似的问 咋了如烟 你和开早点铺子的那个帅哥吵架了 他也不来缠着你问问题了 这样也好 我们如烟也落得清静 就是 谁想天天吃那种地沟油啊 柳如烟觉得有些厌倦 他拿起书本 想要借着出去背书的名义 清静一会 刚站起来 隔壁艺术班的伊藤成就过来了 手里提着一袋包装精美的饰盒 递到柳如烟的面前 那 上次说好要给你带的 联名的新品 还送了游戏人物的周边 我可是在小程序里抢了好久了 伊藤成笑意盈盈的 似乎担心他已经在家吃过饭了 还特地补充一句 带保温和道 不仅可以当早餐 晚上拿回家去也可以 记得过几天把饭盒还我就行了 他真的很贴心 旁边还有人打去 哎呀 虽然徐凯周不来了 但我们还有笑草吗 如烟身边 永远不缺送他东西的男生 伊藤成眨了眨眼睛 他听说过徐凯周 普通班一个男生 小心思挺多 经常借着问题目的名头 过来有事没事地接近柳如烟 这种男生不少 但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放弃了 想到这 他撇了撇嘴 微微一笑 顺着接下去 不来也好 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别耽误我们如烟学习了 不是一路人吗 柳如烟低下头 一股莫名的烦躁突然席卷而来 把他紧紧裹挟住 看着伊藤成递过来的那袋试荷 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冲动 一种不想再做 面面俱到的好人的冲动 抱歉 他侧过身 抱着书 从男生身边擦肩而过 往前走去 出了教室 一步没有停顿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以后也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在他身后 实验般的教室里 空气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伊藤成猛地愣正住 刚刚还在微笑的嘴唇瞬间垂下去 整个人的脸色变得惨白许多 留下看热闹的那几个人也面面相去 小声嘟囔着 如烟今天怎么了 心情不好 他以前不这样啊 就是就是 不是说谁送他东西都会送 不然多让人难堪吗 这些讨论 柳如烟没有听见 也并不知道 他只是抱着课本 从走廊往人少的天台走去 而这一段路 必然要经过普通般的教室 鬼使神差的 他在后门停了下来 往里面看去 只一眼 就看到了徐凯周 他和那天他见过的富二代 沈又楚在一起 两个人找了后排 没人做的一个角落 课桌前摊开好几张 标着各式各样符号的卷子 沈又楚拿着红顶 表情是难得出现的认真 一边指着一道错题 一边语气严肃地批评着 都要考试了 这种地方还错 两分难道就不是分了 徐凯周正在课桌底下 偷偷包水果 听到这样的话 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 分出一半橘子给了沈又楚 声音滴滴的 我看差了 下次绝对不会 一定 柳如烟远远地站着 捏紧了手里的课本 突然发现 那样微妙平衡 似乎又带着一点暧昧的气氛 是他怎么也接入不进去的 怪不得徐凯周不来找他了呢 原来他有新的老师了 高考这几天 我的父母一次都没出现过 我不怪他们 生活所迫 他们也很难 必须趁着这段时间 多做一些生意 赚一笔陪考家长 和硬考学生的钱 我以后上大学还要学费 他们估计也在头头呢 只是我没想到 最后一门考完后 出了考场 我见到的竟然会是沈又楚 他在考场陪了我三天 见到我背着书包走出来后 脸上胶着的神色终于淡了下去 变成常见的那种不耐烦的表情 考得怎么样啊 沈又楚撇了撇嘴 自然伸出手 拿过我的书包 我可刚才听人说 今天的考试难度不小 最后一道题好多人没做出来 不过那个知识点 我应该给你画重点压过吧 许同学 你可是我大弟子 不许给我丢人 想了想 他又顿了一下 算了 考都已经考完了 想这些干什么 走吧 请你去吃火锅 他瞥我一眼 脸颊似乎微微泛红 可别觉得我对你好 我就是现在没事 没人陪着说话 无聊 他拽着我的袖子 哼了一声 不知道遮掩什么事的 拉着我往前走 突然 背后有人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徐凯周 我回过头去 是柳如烟 他在相隔一个马路的高中考试 这几天考完 偶尔会见到他 只不过彼此从来没说过话 我不知道柳如烟找我有什么事 沈又楚的表情似乎也不怎么好 他咬了下后牙草 喂 没看这边要去吃饭吗 柳如烟没理 他静止往我这边走过来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徐凯周 所有人都知道 柳如烟是一定会去北市读大学的 柳家也不是小门小户 底下掌握着好几个大型公司 而他们的总部就在那里 等到了大学 他迟早要学着进入公司 开始一点点接触业务 因此这也决定了 他根本没什么选择的权利 那时候我为了毕业后 也可以和他能去一个地方 曾经在变迁本上 不停写下北市和柳如烟的名字 要去北市 要和柳如烟去一个大学 要追上柳如烟的脚步 徐凯周 努力 那可是你喜欢的人了 这个变迁本 是激励我前进的小小宇宙 可是 我已经把它撕掉了 未来 我和柳如烟 可以不必相见的 我没回答柳如烟 我要不要填报北市大学的问题 因为沈幼楚直接把我拉走了 气势汹汹 生气愤闷 整个人透着一股阴郁的低气压 徐凯周 他把我拉到角落里 紧紧看着我 表情竟像是受了莫大委屈一般 一字一句地质问着 你和柳如烟约好了考一个地方 认真的 我明明记得你和我说过的 他不是做了伤害过你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还要原谅他 难道 难道 难道你真的 真的喜欢他吗 喜欢到以后也要和他在一起 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他的嗓音几乎发颤 我第一次看到沈幼楚这个样子 他向来每天睡不醒的表情 做事不受拘束 一股天大地大 老娘最大的姿态 此刻却好像被背叛一般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让我都有些莫名其妙了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斟酌了一下句子 刚要解释 那个 你怎么会 可话还没说完 沈幼楚就转过身 似乎怕听见 我下面要说出来的话一般 突然掉头离开 算了 我才不关心你喜不喜欢他呢 别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 我和沈幼楚就这样不欢而散 而这样一次似乎普通的告别 就是多年 一个月后 高考成绩发布 我比全市模拟考那次多考了几十分 第一次冲进了全校前十 可以报考我梦想中的任何一所大学 柳如烟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你要去哪 我没回 顺便把它删了 想了想 我给沈幼楚 截图了一张我的高考成绩单 配了一张感谢的表情包 多谢沈老师 我才能有今天 沈幼楚 改天请你吃饭吧 这条消息 直到第二天早晨 沈幼楚也没回 可我点开朋友圈 却发现他在半夜 发了一条动态 照片里 是他和一群朋友在酒吧喝酒 上面一行字 准备和过去告别了 是啊 徐凯周 他明明早就说过的 教我功课 只是无聊消遣 打发时间罢了 现在他真正有自己的事情做 自然也就不需要 再和我有什么交集了 我犹豫了一瞬 终于还是点开了沈幼楚的个人主意 删除联系人 谢谢你 也再见了 沈同学 沈老师 我没去北方 被南方沿海的一座重点大学录取了 学的建筑设计 我原本高中的朋友就不多 毕业后干脆直接退出了同学群 再也没怎么联系过 反倒是进了大学 找到了几个真心的伙伴 四年来 一起赶作业 一起写论文 一起实习 到了临近毕业的时候 我开始和宿舍社友们一起找工作 我把消息发到群里 原本是想着 和他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样的 没想到这些男人立刻刷屏钱 我的发 不愧是我们宿舍学霸 这要牛的公司都让你拿下了 今晚上必须请吃饭 听说他们那边 应届生进去年薪都是大几十万起步 周哥狗富贵物相望啊 我还在八卦杂志上 听说他们是家族企业 盛产美女 好像连员工颜值都很顶红 这没有根据 假的吧 颜值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对于资本家来说 钱永远都不能白拿 入职之后 我先签的是六个月的实习合同 试用期内工资打八折罚 但是活跃和正常员工一样 那段时间我刚毕业 要找出租屋 要搬宿舍 每天还要加班到九点十点 忙到不可开交 所幸前辈们人都还好 勾心斗角这样的事情不多 还会认真的教我一些东西 所以发下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 我就准备拿出一笔钱来 请整个小组出去小聚一下 不过这个想法刚说出来 就被组长否决了 不用不用 你刚毕业 挣钱不容易 没必要 张哥一边喝奶茶 一边摇了摇手指 而且下个月总公司老板千斤回国 点名请几个绩效不错的小组吃饭 咱设计组也被邀请了 肯定是大餐 不缺你这一顿 老板千斤 我一愣 下意识脱口而出 老板他不是丁克吗 怎么还有千斤啊 真不是我故意打听公司内部机密 实在是这件事情隔一段时间 就要在公司里面拿出来强调一下 什么老板为了事业废寝忘食 不婚不育 不要孩子 我们又怎么能够年纪轻轻 光想着天天摆烂呢 张哥咳嗽了两声 撇了撇嘴 一言难尽地看向我 你说Sheryl啊 他确实是咱这里的一号人物 但咱公司只是一个子公司啊 总公司是在欧洲的 属于家族企业 真正的大老板是一直在国外的 有人走进来 敲了敲门 指了指手腕上的表 提示张哥要去开会了 他连忙站起来 往外走的时候 又回过头 看了我一眼 这可是这么多年来 总部那边第一次有大人物回来 小周 你这么努力 也多加加油 你的实力 不止于此的 大小节要过来视察的消息 很快就在公司传遍了 饭店定在我们这边 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不仅所有的上层领导出席 还会邀请三个小组里面的基层员工 我们小组作为被邀请部门之一 这几天已经成为了打卡圣地 时不时就有其他同事故意路过 在门口探头探脑 发出夸张的惊献声 哇 是谁这么幸运 要见到我们顶层大老板了呀 传闻Bruce可是超级大美女 挨挨咱可没有这种眼福呢 这不得请我们一顿火锅弥补弥补 每当这种情况发生 张哥就会立即带着小组其他人 站起来堵在门口 和他们掰头掰头 起码把火锅降到奶茶的水平 但我现在没心思参与这些了 手机里面刚刚收到了一条语音 是我的摄友 凯周 你是不是最近欠人钱了 我前几天回学校办个什么手续 听说有人在找你 好像是 一个你的什么高中同学 我拿着手机 上下滑了滑 高中同学 可我已经很久不和他们联系了呀 直到晚上下班回家 走到租住的房间外 看到站在那里 穿着黑色风衣 满脸疲惫的少女 柳如嫣 已经四年没见了 比起高中时期 她现在看起来要成熟了许多 戴着一架细窄的金丝眼镜 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苗条 听到声音 柳如嫣很快抬起头 看到是我 似乎愣张了一瞬 嘴巴微微张开 像是不敢置信一般 半傻 才深吸一口气 轻声说 徐凯周 先一步拿出钥匙 打开了房门 把她堵在外面 从半开的门缝里 我抿了抿唇 冷淡地看了她一眼 稀奇 柳小姐找我有事吗 毕竟 我们只是毕业这么多年的普通同学 应该没有什么需要联系的必要吧 下一刻 柳如嫣猛地用手抵住门 她眼眶通红地看着我 声音发颤 普通同学 徐凯周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吗 你毕业之后 一声不响地离开 我整整找了四年 疯了一样 像所有人打听你的去向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 她一只手固执地抓住门框 一只手伸进上衣口袋里 小心翼翼地 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变迁纸 纸张撕扯撕成一片一片的 像是从垃圾桶里捡出来 又努力拼好的 她用力递到我的面前 紧紧地看着我 可是你明明说过的呀 说过要去北市 说过要和我去一个大学 说过喜欢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都不算数了 你要突然离开 柳如嫣执着地望着我 似乎一定要等一个答案 可是世界上的事情 哪里又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 那些过去的记忆 翻江倒海一般地向我涌来 第一次加上柳如嫣的微信 鼓起勇气问她题目 日复一日的送早餐 还有他们实验班其他人 或好奇或鱷鱼的目光 已经四年了 我几乎都要把这些忘记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也许答案其实很直接 很简单 我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慢慢地 一字一句说 也许吧 也许我以前确实喜欢过你 可那也只是很短暂地喜欢罢了 柳如嫣 你知道吗 你对所有人都太好了 你怕别人难堪 会收下所有人的礼物 怕同学不舒服 会把我送你的东西转给别人 怕朋友的调侃冷场 所以从不打断 他们对我的取笑和贬低 你是好人 你有教养 可我不喜欢 我喜欢的人 要永永远远 时时刻刻 能够把我放在她的第一位 这一次 柳如嫣什么话都没有说 她慢慢松开了握住门框的手 徐凯周 她喃喃着 整个人像脱了力一般 露出迷茫的神情 直到我关上门 彻底把她隔绝在了外面 我原以为柳如嫣不会再出现了 但没想到 过了几天后 早起上班 我背着背包从电梯下去的时候 竟然又在楼下看到了她 这家伙像是在等我 注意到我出现后 就快不向我走过来 我实在有些无奈了 瞪了一下 上次没把话说清楚吗 你怎么还来 再说 你家不是开大公司的吗 不用回去主持家业 听到这样一叠声的质问 柳如嫣扯了扯嘴角 露出有些勉强的笑 我刚做完一个项目 算是利润还不错 可公司申请了一个假期 至于你昨晚说过的话 她伸出手 递给我一袋包装精美的袋子 里面似乎是某家早餐店的套餐 我想过了 我都可以改的 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徐凯周 起码在你还没有找到喜欢的人之前 我还有机会 是吗 我没接下柳如嫣的早餐 也不想理她 可她似乎是越来越频繁的 出现在我的周围 门口早上总是放着她买的早餐 下班来车到我们公司门口 还会给我们整个小组 买甜点和奶茶 张哥一边咬了一口 柳如嫣送的马卡龙 一边从办公室的窗户上往外看 手指比划着 哎呀 这就是最近在追你的那个美女 看起来还不错 徐凯周 开的那还是马沙拉币 富二代呢 怎么 不喜欢 小组其他人听到八卦 也立刻一股脑地围了上去 热烈地讨论起来 我的发 那车好漂亮 等等等等 我好像见过那个女的 在 在财经杂志里 等我找找 这里 柳氏集团创始人的孙女 现在负责他们的投资业务板块 叫做柳如嫣 天啊 徐凯周 你真的不喜欢他吗 我都想下去要电话号码了 我趴在桌子上 打了个呵欠 百无聊赖的回音 确实不喜欢 我们两个就普通同学 所以你们别乱传八卦哦 没什么关系的 那边嗷了两声 聊天的声音小了一些 别闹了 你下去肯定被人拧回来了 自取其辱 切 骂谁呢 我 我还觉得 他没Bruce长得好看了 Bruce Bruce 后来苦苦寻找好多年了 嘖嘖嘖 他白月光谁啊 聊到那位神秘的总公司大小届时 话题终于从柳如嫣这边转移了出去 也难怪 毕竟这顿大餐 整个小组 已经上上下下盼了一个多月了 总算听到风声 说Bruce小姐的私人飞机 已经到达国内了 很快就要组织机会和大家见一面了 直到周五晚上 张哥在我们小组群里发了一个定位 是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顶层 认准地方啊 宝子们 今晚上总算能在资本家一顿了 都早点来 可我还是迟到了 原因是我有一个重要的公司客户 原本联系的是下周约见 展示我的出版建筑设计稿 可他临时改了时间 变成周末 我的图纸还没做完 只好用周五的时间疯狂加班 等到我工作完成 再打车过去 离约定的时间 已经差不多过去快一个小时了 张哥担心 我冒冒失试一个人闯进宴会厅 被哪个领导逮着训斥一番 所以特地下来接我 他钻紧我的手腕 恨铁不成钢的嘟囔着 你说说你 非得今天加班 什么狗屁客户 咱组不缺你那点技巧 他一手把我往身后一推 一边抓着宴会厅的门把手 冲我眨了眨眼 嘱咐着 大小姐好像是时差没怎么到过来 心情不太好 话不多 几个领导小心翼翼的跟着作陪 你在我身后 别乱说话 敬个酒就行了 知道吗 大门推开 发出枝呀的一声响 是个很大的宴会厅 许多人朝我们这里看了过来 几个平常不怎么能见到的大领导 正围在正中央的那个年轻女孩身边 弯腰低头 恭敬地拿着手里的杯子 张哥说的没错 大概气氛真的有一些压抑 其中一个领导听到声音 站起身 恶狠狠地朝我这边看过来 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时候才来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一个杯子向他置了过去 主座上的那个人抬起了头 沈又楚紧紧地看着我 徐凯周 好久不见 整个宴会的氛围陡然变化 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Bruce一直在国外 把自己旁边的座位拉开 那是本公司BOSS的位置 状况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Sheryl也不是没眼色的人 她脸上挂上百年难遇的温柔微笑 朝我走过来 拉住我的手 一步一步地 把我按在她原本的座位上 然后拿出一套新的餐具 亲自拆开 徐凯周 来来来 坐我这里 正好和Bruce去酗酒 你看看你 都进了公司 怎么不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呢 其他领导也围了过来 脸上露出奉承的笑 就是就是 徐凯周这小年轻 坐视玛丽 没想到不显山不漏水的 还和沈小姐认识呢 我低着头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手指头已经在桌底下凝成麻花了 不是的 我轻声说 解释着 我和沈小姐只是高中同学的关系 你们别误会了 下一刻 桌子底下 沈幼楚抓住了我的手 她偏过头 叹就是地看了我一眼 咳嗽了两声 真的吗 她声音提高了一些 可是 我想追你 整个宴会厅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 刚刚还围在我身边 叽叽喳喳套着近乎的公司领导们 也像是按下了关机键 一下子沉默不语了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 什么 沈幼楚认真的看着我 整个公司应该都知道我有白月光吧 徐凯周 如果我不喜欢你 你猜我高三为什么偏偏要费事费力 费尽心思教你题目 为什么要那么关心 你和柳如烟的关系 为什么要在你走之后找你那么久 她叹了口气 我才没有那么闲呢 我几乎如坐针毡 更过分的是 沈幼楚全程都在桌子底下握着我的手 一直没有松开过 就好像怕我跑了似的 放在桌上的手机不停地响着 是我们小组群里那些人 不停地巴巴吐槽 周哥 原来你就是Bruce的白月光 你瞒得我们好苦啊 呜呜 怪不得你看不上那个姓柳的 虽然姓柳的长得也不错呀 哎 各有千秋吧 我可以去追柳大小节吗 所以周哥当年 是为啥甩了Bruce啊 为什么 那时候好像 觉得我们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现在呢 我偏头看了一眼沈幼楚 他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进我的碗里 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吃这个了 每次考试考好了 就去食堂点这个奖励自己 不尝尝吗 这家做的味道还不错 我嗡了一声 我不知道我和沈幼楚 现在是不是一个世界 我知道不能总是盯着他看了 不然他会变成魅魔呢 宴会结束后 所有人好像一下子消失了一样 沈幼楚满意地笑了笑 我脑子如同一团江湖一般 被他拉着 他低着头 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 徐凯周同学 还想再吃点夜宵吗 沈幼楚同时转过了身 柳如烟 他站在路灯旁边 昏黄色的光线 给他周身打上了一层阴影 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他像是已经在这里等了一段时间了 聚会结束了吗 他似乎是刻意忽略了沈幼楚的存在 往我这边走来 一边走 一边摘下围着的围巾 好像要给我戴上 等你停久了 这几天天冷 起风了 别冻着 走吧 回家 给你准备了蜂蜜水 回去暖和暖和 晚上睡个好觉 这样的熟络 热气 就好像我们是哪门子的一家人一样 不知怎么的 就突然让我想起高考结束那一天 他走过来 笃定又自信的 要我记得和他去北市读大学的说法 可现在已经不是四年前了 我张了张嘴 刚想问他什么意思 旁边一直拉着我的沈幼楚 先一步站了出来 他哼了一声 伸手指着柳如烟的鼻子 哟哟哟 装什么正宫带婆呀 我承认高中的时候 我是脑子发育不健全 但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沈幼楚了 我现在是扭护路 沈幼楚 你什么身份啊 你就煮蜂蜜水 徐凯舟喜欢你吗 看得上你吗 让你进厨房吗 呸呸呸呸 滚远一点我警告你 绿茶味熏着我们了 柳如烟脸色骤变 他深吸一口气 咬牙切齿地看着沈幼楚 可惜 很快 他又被继续打脸 我小组里的几个兄弟刚刚去了厕所 还没离开 他们此时出来 刚好看到了我们三个 有人捂住嘴巴 惊呼了一声 那不是Bruce和徐凯舟吗 还有开马沙拉蒂的那个姓柳呢 不是我说 姓柳的咋还来 凯舟都拒绝他多少回了 妈呀 徐凯舟就差报警了 这算骚扰了哈 可怕可怕 沈幼楚像一只战胜的攻击一般 把我拉进了他的车里 跑车发出轰隆的一声鸣响 向前飞驰而去 我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只是系上安全带 安静地坐着 最后汽车停在了海边 天气很好 空中有星星 月亮 下面是沙滩 礁石 有一会 我们谁都没说话 最后还是我忍不住 想到他 毕竟是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决定先打破僵局 沈幼楚 我咳嗽两声 那个 关于我高中毕业时 删掉你联系方式的事情 那个 原因吗 话没说完 沈幼楚直接打断了我的话 他直起身子 露出相当认真的表情 你没错 徐凯舟 你删得对 他一字一顿地说 高中毕业在酒吧的那条朋友圈 什么和过去告别这样的鬼话 是朋友拿走我手机发的 我没有看见你的成绩单 可我不该和你冷战那么久的 我那时候幼稚 不成熟 做事理所应当 自以为是 明明喜欢你 却自负的不肯开口 乱七八糟的说些难听的话 把你越推越远 高中的沈幼楚 是个傲慢的讨厌鬼 不值得那么好的徐凯舟喜欢 可即使如此 他抓住方向盘 声音轻轻的 我也想要再见到你 想要和你说 我有努力改变 可不可以 再看我一眼 夜风吹过 像是把我带回了高中时代 我趴在桌子上 可是我可以抓住吗 沈幼楚抓住我一个手指 徐凯舟 你就算给我一个机会 试一试 也许 我们并不在 什么人为分割的两个世界 所谓试一试 沈幼楚说服我 可以先和他假装情侣 为期三个月 就像公司试用期一样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 那就随时结束 理由相当充分 对于我来说 柳如烟说 如果我有了女朋友 他就退出 所以我刚好可以用沈幼楚 做挡箭牌 对于沈幼楚来说 他刚刚在宴会上说了要追我 结果这么快就被我拒绝 他叹气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以后下面的人肯定瞧不起我的 我找不出理由应对他的歪理 结果没过几天 我和Bruce恋爱的消息 就在公司里面传遍了 我们小组氛围一向很好 组员们倒是没用有色眼镜看我 只是时不时会打去两句 周哥 你能不能让大小姐 给我们全组提升两个点的绩效啊 你还能请我们奶茶吗 你会不会偷偷监督我们工作 我告诉你 我可绝不加班 每当这种时候 我就无语道想要找个地方钻下去 明明只是假装恋爱啊 竟然真的被当成了未来老板一样 偏偏沈幼楚还对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每天早起来接我上班 给我准备早餐 晚上再像个怨妇一样 站在我们办公室门口 等着下班 拜他所赐 我们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加班过了 不仅如此 他还提出方案 全公司不论是谁 只要看到柳如烟接近我 都可以向他举报 举报成功一次 奖励十万块钱 柳如烟确实还来公司找过我 但没有一次成功接近我的身边 因为他只要一露面 就会立刻被公司形形色色的人逮住 然后扭送出去 再加上我租住的小区新换了一个物业 不允许外来人进出 久而久之 他真的开始慢慢从我的事业中淡去了 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沈幼楚来接我下班 这是我们约好的 情侣试用期的最后一天 他看了看我 捏了捏我的手掌 轻声说 可以陪我去见一个人吗 很快 然后再告诉我你的答案 徐凯周 那是在一间装修很高档的茶室 进去之前 沈幼楚告诉我 说我可以什么话都不必说 只要她来坐就好 推开包厢的门 里面坐着的 是一个保养极好的中年女性 她穿着旗袍 看起来四五十岁的样子 拿起一杯茶水 轻轻领了一口 语气不耐烦 不是和你说了我中午的飞机吗 又去哪里鬼混了 沈幼楚 你能不能干点正事 沈幼楚拉着我的手 往前走了一步 接下来的话 却让我大吃一惊 她说 妈 给你介绍一个人 我同事 徐凯周 她母亲 我猛个一愣 沈幼楚的母亲很出名 是地位相当高的设计师 主持过国内国外许多地标建筑 她听到我的名字 很快抬起头 静静地看着我 徐凯周 就是前几天 你给我看她作品的那个男生 她朝我招了招手 让我过去 我看了你不少设计图 有天赋 有想法 但缺少经验和指导 你在这个分公司里有些趣彩了 怎么样 跟着我做 我的心跳猛的加速 谁不知道 柳夫人接下的 都是每个城市最为顶尖和重要的项目 能够跟在旁边学习一个 都会一辈子受益 我根本没有犹豫 连忙答应 谢谢你 我愿意的 她笑起来 声音爽朗开心 下一刻 突然俯身朝我这边凑了过来 靠近我的耳边 声音轻轻的 那个 许先生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和我女儿是什么关系啊 我在她书房里 看见过你的一叠照片 我保证 这真不是故意的 不过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 看到她用那么一种眼神看男孩子 绝对绝对 喜欢你很久了 嘖嘖 沈幼楚被柳夫人打发出去买甜品了 等回来后 我们两个已经聊完了 她眨了眨眼睛 拉住我的手 把我带到茶室后面的花园里 小心翼翼的问我 我妈和你说啥了 我歪头看她 说我天赋还不错 要把我带在身边 收我为徒 还有 我顿了顿 低下头 伸手托起沈幼楚的下巴 慢慢靠近她 轻轻啄了一下她的嘴唇 还说 你私藏我的照片 喜欢我很久了 晚风中 沈幼楚的耳间迅速泛红 喉咙上下滚动 下一刻 她双手还住我的脖子 似乎是怕我躲避一般 用力稳了上来 不可以再逃走了 徐凯周 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 全文完